5月4日部分州屬仍不能复工 欢迎收看5月3日报导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47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22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6298人 两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105人 今天也有87人治愈 累计治愈达4413人 政府破例让孩子回乡送别母亲 一名独生子仍在新山接受隔离期间 获知在乙保的母亲病逝 为了回家他在脸书求助 在热心人士的协助下 政府破例让他返回乙保 成功在出病前赶回家乡送母亲最后一程 他在脸书坦言 看到母亲最后一面时不敢哭 因为担心母亲走得不安乐 直到在脸书分享完经历后才大哭一场 5月4号部分州属仍不能复工 虽然我国中央政府宣布5月4号 大部分的行业都已经可以开始复工 但部分的州政府仍然决定不复工 截至今天下午3点 槟城、沙拉越、沙巴、吉打、彭亨、吉兰丹 都宣布暂时不复工 雪兰儿也宣布不急着全面复工 再朋友是犯法的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说 政府允许一辆汽车只有四人 在外人或者朋友都会视为违反行管令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有56,951人 累计确诊人数3480435人 死亡人数4186人 累计死亡人数244704人 治愈人数26,498人 累计治愈人数1119,666人 新加坡的一名送餐员在雨中不小心跌倒 他不只是受了皮外伤 把自己的眼镜弄不见 还把客人的蛋糕摔烂了 但订餐者并没有生气 还慰问他以及给了20元的新币 这名送餐员表示 他非常感谢这位顾客的友善以及谅解 好榜样猴子吃水果保持距离 排排坐吃果果 每个猴子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非常有趣 印度有一名官员在社交媒体上载了一张 一群猴子保持距离吃水果的照片 获得许多网民点赞 有网民留言称 连他们都懂得保持社交距离 希望人类能向他们学习 注意防疫 为何要封城 专家提出四大原因 根据CNN报道 有批评者不明白为什么流感没有导致封城 而对付新冠肺炎却有这个必要 针对这个疑问 专家提出了四个原因 首先 新冠病毒的传染力比较强 流感平均感染约1.28人 而冠病平均感染2到3个人 第二 冠病的致死速度比较快 流感每日平均杀死331人 而冠病在美国每日平均杀死739人 第三 冠病的潜伏期比较长 流感的症状一般会在两天内出现 但冠病的症状通常会在4到5天后才出现 而且潜伏期长达14天 最后 流感有存在的疫苗 而冠病的疫苗 还没有问世 没有怪罪宋餐员把蛋糕摔坏的这个人的行为 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很多时候 在别人犯错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立刻就下定论 可以的话 我们应该先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才不会变成蛮不讲理的人 今年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给冰燕 谢谢 最近大家真的要多密切留意新闻 因为中央政府宣布的东西 不代表州政府会完全跟从 而且政府有时候会忧瞳 有时候会绕爆 所以呢 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的话 大家还是多看新闻吧 最重要就是多看新闻这正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冰燕 祝你一切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那一天才能做到终点 也不知道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去失恋 当有一天我搁浅 安静的闭上双眼 沉沦在这世界某个角落让自己沦陷 有没有资格扮演 也不许同情可怜 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没有任何抱歉 我只能拥望之前哪怕再大的风险 为了梦想能实现却一炮透露残忍血 我散热露残忍血 我散热血 请不吝点赞